现在在丙南也能吃到中国地道的沸腾鱼 极具中国特色 用煮香料去熬煮 真材死料很开胃 如果你是很喜欢吃辣的朋友 这道沸腾鱼对你来说根本就是bonus 鱼肉也特别鲜嫩 位于丙南Blajar各地的中国味道 味道真是有如电鸣一般 酸菜鱼酸味偏重 酸菜真的是放到毫不手软 跟沸腾鱼的口味截然不同 但是开胃的程度绝对相同 除了沸腾鱼和酸菜鱼 它们还有一道松鼠鱼 单单那个炸鱼就很有看头 再搭配上自制自调的酱料 来自江苏神的传统菜 酸酸甜甜的 当然小孩都会很喜欢 鱼肉万一脆内嫩 它们搭配的这个酱料真的是不得了 除了有鱼肉 它们也有锅包肉 这个锅包肉的口味跟松鼠鱼的很相似 也是酸甜酸甜 用了猪肉的肉质 胃干才不会难咬 吃了很伤口 会一直让人吃不停的辣子鸡 脆口到来 那根辣味毫不逊色 吃了鸡肉吃了鱼肉 当然来一盘青菜 这道荷糖小草 里面有西兰花 莲藕 黑木耳等蔬菜 味道属于偏清爽 吃了主食 也可以来一道把食地瓜 作为饭后甜点 焦焦脆脆还能辣丝 吃了甜滋滋 它们这里也有包厢房 大家欢迎就上朋友 去拆拆看吧